不少人都會廢盡心思節省開支 而在內地近日有網民聲稱 在著名火鍋店海底撈 用了17元人民幣享用了一頓豐富的飯 結果引來不少網民訪校 該名佛山網民星期四上載鐵文 說自己用了17元人民幣 在海底撈享用了一頓飯 他喊了四份清水鍋 不用錢 一份撈麵7元 一份自選小料10元 合計只是17元 而其餘的食物是餐廳免費供應的 包括水果、牛肉粒、花生、番茄、粟米等等 該網民事後還說自己打包了不少零食回家 又租了手報護理 而鐵文一出就引起網民熱議 不少網民都認為很划算 於是就紛紛跟風訪校 而另一名網友忍不住帶小孩去試 總共只花了27元 不過這位網民就覺得尷尬到不行了 有網民就批評這種做法 真是可恥 好像黑衣一樣 而海底撈回應的時候就強調 不會設置最低消費 因為客人有消費的自由 餐廳不會加以限制